我们吃重要吗 很重要 马来西亚暂时食品有几个 101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夹心海苔 大家手上有没有 一人一合 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食品吗 很多人以为这个只是一个零食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觉 韩国人和日本人每一天每一餐都有吃紫菜 对不对 紫菜海苔有没有 那么为什么呢 在日本 所有国家都已经乳癌病患 病患的那个病例一直在急速上升的时候 竟然日本没有上升 为什么 原来他们去做研究的时候 用三种的这个乳癌病患的那个测试去做研究 研究发现原来这个紫菜有效杀灭这个乳癌细胞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紫菜被誉为长寿菜 就是因为它对健康非常有利 那么再来韩国人也健康 皮肤也是很美 也是每天在吃紫菜有没有 结果他们也去研究 把一些已经中了乳癌的病患 还有没有中过乳癌病患 去做了这个调查 结果发现他的结论 一般如果你有吃紫菜的人 降低你50%罗患乳癌的几率 请问女士们要吃吗 要 那么最重要今天 这个是不是只是来抗癌症没有这么夸张 他是我们每一天 如果每一餐里面很少吃到菜的时候 他就是最好的选择 家里有没有孩子很难吃菜的 逼他吃菜的 有没有 请不要再逼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苦涩敏感基因是正常的 所以他吃到菜是苦苦的 所以他不爱吃 那么与其逼他吃苦苦的菜 不如避他吃海 不用避 让他吃海苔吃到非常享受 对不对 对吗 对哦 所以呢 大家收到消息嘛 马来西亚 即将有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海苔烧来了 不是夹心海苔 是海苔烧 小包装的要来到了 所以那个是谁的最爱 谁的最佳选择 减肥的朋友最佳选择 为什么呢 低脂肪 低热量 高纤维 所以在减肥的时候 有没有面对很难上厕所便秘问题 有 所以他高纤维占了三分之一 所以呢 可以帮助我们呢 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 所以改善便秘的问题 所以如果时常有便秘的朋友 每一天每一餐都要吃紫菜 可以吗 可以哦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海苔呢 还适合什么人 老人家 因为海苔呢 基本上它的蛋白质非常丰富 但是消化率非常高 所以如果很难消化的老人家 最适合吃海苔了 那么再来呢 如果是素食者也是最佳的选择 为什么 它里面有丰富的帖子 还可以帮助我们造血 那么再来呢 孕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食 当他们很饿的时候 那么如果做梦做呕的时候 我们吃海苔有什么好处 海苔是100%减性的 吃下去就中和胃酸 就马上不呕了好不好用 好哦 我们的海苔来自哪里 韩国最佳的这个环境 没有污染的海域里面 培植出来的这个海苔 那么再来 我们里面的夹心有什么成分 给你最好的营养 杏仁好不好 我们的almond 如果大家有吃过一般外面的almond 有时买到是苦苦的 对不对 有时买到是甜甜的 对不对 苦苦来自哪里 中国的 甜甜来自哪里 美国的 那么我们选择美国地中海地带 最鲜甜的 油脂最稳定的almond 所以吃了过后 不会导致消化不良 而且吃起来非常香脆 对不对 对哦 那么再来 我们讲杏仁 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小食 为什么呢 医生都说 每天一把杏仁保护心脏 对不对 所以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心脏的健康 所以如果心血管不好 心脏很弱的 要不要吃杏仁 要 ok 那么再来第二个 我们有什么 红麦 那么我本身呢最爱吃红麦的 为什么 因为红麦的 里面的热量最低 calorie最低 所以要减肥的人吃那个最好 那么呢 红麦吃起来也脆脆的 那么 红麦强在哪里 它就是小麦嘛 但是它是红色种类的 所以吃起来比较香 ok 那么再来呢就是纸米 我们的纸米来自哪里 台湾彰化 那么呢 台湾彰化的纸米呢 最出名呢 它里面的那些 我们所谓的纸米 是最优质的 那么我们讲到纸米有什么作用 补血 ok 所以我们叫它补血的纸米 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整天头晕晕的 那么血糖不稳定的 有没有 血越喜欢不好的纸米的多吃一点 好不好 可以吗 你们手上的可以拿出来吃一下 马上有人拿出来吃了 有没有 马上吃almond的 因为要补心脏 对不对 那么再来还有我们来自这个中国的南瓜子 那么我们的这个南瓜子 大家如果有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的南瓜子都没有带白点的 为什么 我们都精选最好最好质量的这一些南瓜子 而且吃起来特别香的有没有 所以呢 全部酱好的原料来自韩国啦 台湾啦 美国啦 甚至中国 全部import的 请问这一盒东西 里面有八包 ok 那么一盒酱喔 才七十块可以吗 可以喔 一包围起来大概八块多而已喔 可以给我们如果没有时间的人呢 补足你一餐的营养 ok吗 可以喔 那么最重要如果以后我们的海苔来了过后呢 记得每一餐大家都要拿着爱多美的海苔配饭做饭团吃好不好 好喔你们说的话给你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讲的这么多来看一下 更生暗 确ے 我 icated kadar 《的时候